今天是11月2号,星期一,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的大盘 总体来说,今天上午指数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早晨指数,有一次快速上冲,接着出现回落 快速上冲呢,主要是由于大金融未带走的证券,忽然间出现拉升 最高的涨幅将近8.5% 但是,它拉升到这个位置之后,就开始出现快速回落 甚至部分个股出现了跌停,最终导致场内的情绪面比较弱 那么这种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形成之后后面又怎么看呢 首先早晨卷商大幅拉升,它是有原因的 有一些潜在的利好,包括全面出头制等等 但是它大幅拉升之后,为什么会回落呢 首先第一,它回落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在拉升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跟风板,我们知道它卷商 它作为一个龙头板块,整个大盘里面的很多板块 它是作为龙头的,每一次拉升都会有很多板块跟风 但是它早盘的这种快速拉升,很多阻力没有反应过来 它这种快速拉升到一定高度之后,其他板块没有跟随 所以呢,它最终又缓慢地回落了下来 回落了下来之后呢,等到其他板块逐渐止跌之后 往往它再缓慢地爬上去,这样就更健康一点 我们经常看到证券快速拉升 反而在某个时间点的话,不能带动其他板块 就容易回落,这是主要原因 接着呢,我们讲这种形态出现了之后呢 我们前面讲到了,东台当中讲到在这位置不用担心升跌 基于几个方面原因 首先,今天外盘的民地道琼斯指数表现不错 日经指数呢,涨幅也超过1.5% 包括红生指数的话,今天也是高开高走 红生指数的图形的话,比较符合我们昨天晚上画的图形 然后呢,A5这边可能要更复杂一点 主要是由于短期来说,各个板块还没有新的热点 情绪面调度呢,比较浓厚 所以呢,后面我们主要就是看创业板的带动 早盘的时候,第一波呢,其实相当于权重拉升 因为证券等等,包括一些他的权重板块拉升 但是他的带动作用呢,可能远远不如创业板的踢赛骨 因为大多数下户不愿意嘛,做一些权重 可能更热衷于踢赛骨的操作 所以我们看创业板后面能不能做好 那周五呢,之后呢,我们看到创业板中间来说不错 创业板如果能够起来,那深圳称职也跟着起来 最后呢,带动上阵指数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我们不希望上阵指数长得太好 反而希望提赛骨为代表的创业板好一点 因为上阵指数很多时候出现上找的话 赚钱效应其实不一般 而提赛骨为代表的创业板 深圳称职才是跟大部分个股相关 比较密切的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资金面啊 今天早盘的话,实际是零投放 那五百亿投放,五百亿到七 正好零投放 国家机货这边的小户变动 总体来说,资金市场的变化不是很大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机货市场 机货市场呢,今天啊 基本上大部分平均都是上涨的 包括雇银,焦炭,焦煤,这些煤炭 今天属于大幅上涨 另外呢,像一些铝鱼塑料 塑料的话,其实近期涨幅是比较低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有没有相关的机会 因为它所对应的这种 A5的上市公司也不少 那以前呢,也比较活跃 这个因素,大家可以研究 总结来说,目前指数 它属于在酝酿当中,早盘证券的拉升 虽然说失败了 但并不代表它后面不会再向上尝试 毕竟证券板块在活跃的时候会非常活跃 在不活跃的时候会非常不活跃 这是年龙极端 快速的拉升呢,可能反映了 后面会有潜在的这种消息 就来记住 接着呢,指数在这个领域 我一直呢,也不用过于担心 更多的可能是在反复摸底 尝试的过程当中 那在外盘总体来说比较平稳 包括资金面 压力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我们看下午之后 有没有新的热点板块出来 因为现在以往的一些热点板块 已经调证的比较多 如果说有新的热点板块 包括半导体新能源车 这些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的话 看看能不能带动指数 走出一波行情 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午的大盘 大家有其他观点的话